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个是个鸟笼耶 很可爱耶 好 我们现在进去房间里面看一下里面的内部环境 整个房间好香啊 我感觉一进来我的身心已经得到了放松 刚刚看到这里 它原来是按照每天不一样的香味来设计的耶 星期二是橙子味 怪不得那么香 好香 进来后我已经被满满这里的态势风情所吸引了 整一个设计感觉都是精心搭配过的 包括这个吊灯 然后墙上的挂饰 感觉很有态势风情的感觉 我好像就在东南亚度假呢 我感觉这里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这一个月星池了吧 它是横跨了客厅和房间的 横弯的设计应该有27到29度吧 然后听说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的哦 下雨天也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享受这个私人泳池 然后边泡着澡 然后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也是很惬意的呢 这个房间除了月星池之外 另外一个让我很惊喜的地方就是这个木桶啦 它区别于传统的浴缸 它是采用了木桶的设计 有一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想象一下今天晚上我还能闻着香薰 然后在这里泡个美美的澡 很是爽的呢 接下来两天的行程呢 现在我会先去北扇咯 品尝一下北方的特色美食 接下来呢会去天浪桃园 看看沙玩玩水 然后呢会去钻石大糖和水晶大糖 看看艺术装置和精彩的表演 晚上呢还会去百老会美食街 品尝一下澳门的特色风味美食 行程也太丰富了吧 我真的好期待啊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尝一下东北的特色菜 我们很有心的邀请到了北扇楼的主厨 范师傅 范师傅你好 那我看到范师傅已经准备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了 好香好香 那我想先和范师傅聊一聊 范师傅是哪里人呀 我是东北人 我是东北辽宁沈阳人 所以就是东北菜应该就是从小吃到达的 对的 事不宜时来介绍一下您的就是拿手想好菜 哪一道菜开始呢 好的好的 我建议还是先出凉菜吧 这是我们在东北来说也是一个必要代表性的一道凉菜 叫五彩腊皮 这边有我们东北的木耳 这是西林美 那是鸡蛋 丝 那是葱丝 然后呢 这个腊皮那是我们自己手指做出来的 嗯 那我迫不及待了 那我尝试一下 哇 它这个粉是晶莹剔透的 对 嗯 它很香很浓的麻酱的味道 对对对 我们北方的麻酱 我感觉它这个皮做得非常的有嚼劲 而且很香很滑 果然是师傅的拿手的第一好菜 师傅我已经盯在这边的这个锅包肉很久了 好吧来吧我们先吃 好 我先给你来看 好谢谢师傅 东北的锅包肉 好嘞 哇好酥脆啊 这一个 对对 里面的肉是刚刚好厚薄相移的 对对 就是炸的刚刚好那个肉 对对对 这一吃就停不下来 太开胃了这个 好好吃这个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应该是这个餐厅最有特色的铁锅炖大鹅 是的 我听说就是整个澳门就只有您这一家是有铁锅炖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家走推的就是铁锅炖 这个鹅有什么讲究吗就是和普通的鹅有什么区别吗其实 在我们北方我特别东北的话我们家里一般养的都是一般白鹅呀 这种鹅比较多 然后我们也就是想了就地取材 因为我老家就喜欢用这种鹅肉 这个土豆也太软糯了吧 是的 是的 完全吃不出来它是炸过的土豆片 这个鹅是我吃过最软的那个鹅 而且它里面还带着一点点那种嫩汁的感觉 是的 师傅这个又是什么呀 它有点黄黄的在上面 这个是我们本店的一道主食 比较特别代表性的 叫海胆线水饺 海胆 对 选用的是我们渤海湾的海胆 海胆生吃我就吃多了 但是放在饺子里面是第一次介绍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本店的一道特色嘛 海胆线水饺 可以尝试一下 好 吃起来呢比较有鲜甜的味道 还有一点汁是在里面 我的海胆汁都爆出来了 失去了精华 嗯 它是海胆包裹着肉 对 然后夹在里面很辛香的感觉 对对对 好鲜甜了 对啊 海胆呢比较鲜甜 然后搭配一点肉汁呢 在里面跟它润一些 吃完这顿之后 我彻底爱上了东北菜 我感觉这个大鹅太适合拌饭吃了 是的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很感谢范师傅 能给我们推荐这么好吃的东北菜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这里好的好的好的 一共占地面积有七万五千平方米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百五十米的白沙滩 和我面前的这个冲浪池 不说了我要去玩了 可以看见我身后全部都是白金配色为主 它是以东南亚的设计为理念的 来到这里就好像去了国外度假一样 好棒呢 哇 这里有好漂亮的直雕呀 是粉色的鲸鱼诶 这里也太梦幻了吧 跟我来吧 哇 这里也太速的打卡了吧 看到这么好看的蝴蝶斩 我也想带一只回家呢 众所周知 澳门的档仔是高端消费板块 然后在这里呢 各种豪华的餐厅都扎堆 但是就是在这个繁华的商圈里面 有着这么一条街 是平价亲民且很有风情的 就是这一条啦 百老汇的美食街 哇 这里也太多好吃了吧 咕噜肉 猪骨包 鲍鱼鸡 还有鱼 各种各种好吃的 我跟你说一个小秘诀 怎么知道食材新不新鲜呢 例如鱼 它的鱼鳍是竖起来的 那就是新鲜 这里的食材 Kira真正是新鲜的 哇 我已经流口水了 我要先尝一口 这个牛杂 嗯 它很浓郁的味道 汤汁已经吸满了整块牛杂 好好吃哦这个 然后先吃一个咕噜肉吧 你们想象吗 这块咕噜肉是在我嘴里面 爆出来的那种感觉 外面那一层酥脆的皮 真的好好吃啊 而且酸酸甜甜太开胃了 哇 今天也太满足了吧 不要开动了 迫不及待了 这个小秘诀吗 好的姐 哇 好香啊 澳门本土的鸡蛋仔 将葡萄放进鸡蛋仔里面 这个搭配好神奇啊 你吃过了吗 我先尝一尝 看下里面爆汁的感觉 真的好神奇 好好吃 好脆啊 在澳门银河的这两天 我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度假圣地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与海滩 漫步在白沙滩上 你还可以享受一下冲浪的激情 还有很好吃的东北铁锅炖 可以感受一把东北的特色小吃 还有百老汇的美食间 你还可以感受一下澳门的风味美食 反正在这里你可以放下一切你的烦恼 这两天我入住的是澳门银河的月容装 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月星池 它真的让我感受到了身心的放松 你能在这里玩水 还能看到窗外超美的澳门风景 好啦 行走大湾去 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澳门特色豪华酒店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